黑色也会变成白色 鬼节快到了 如果要辟邪 天铁 黑耀石 泥还是车渠 如果你不知戴什么好 又很害怕的 上来找我比特sir 我送一条给你 各位粉丝有个问题多有趣 比特sir 戴黑色的水晶是否不怕想了一些坏思想呢 或者是负面邪恶的思想 会不会影响到水晶手链 黑耀石是否根本不怕我想这些不好的东西呢 我想跟大家说 水晶是有灵性的 亦是有记忆的 人的思维 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是正常的 我想跟大家说 黑色的水晶是可以阻挡负能量 但要记住 所有的物件都是一种能量 尤其是水晶是有灵性的 但我想跟大家说 譬如我带着这些手链 我给你带十个小时 你会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 但我相信你不会十个小时想这些东西 你当然有些开心的东西 或者是这样 比特sir跟你分享一些方法 黑色的水晶 尤其是黑耀石 你问我黑耀石 黑耀石它本身的价钱是不贵的 如果你许好的话 你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便换一条新的 第二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我 负面的讯息和想法 可能你接触不少 可能身旁的朋友 或者一些资讯 或者看手机的时候 尽量 如果有些负面性的 立刻不要去接触它 不要听 不要看 看一些开心的东西 第三 多些去接触一些积极开心的朋友 或者是讯息 或者是想什么 给你九个字 就是做好事 传好心 说好话 你的心经常想着 可能分分钟黑色都变成其他色